ET Today ET Today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照着这边 这个 这个范例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样 假设我今天要把ET Today里面的哪个部分呢 假设我今天呢 要把ET Today里面 它其实分成好几个区块 那可是我只要这个区块 叫做焦点新闻 这个区块哦 OK 那这个区块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底下还有什么呢 集职人气啦 还有很多 那可是我 不要那么多 那怎么办 第一个 如果用刚刚的方法能不能完成 按右键 那你会发现检查一下 游标一样是放在那边 如果说呢 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 当然如果你搭个到下面看起来 不这么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它还原到右边 这样也OK 我把它放右边好了 右边好像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你会发现呢 你只要游标放在哪一个位置 它这边也会帮你做 有没有反白嘛 有没有 你只要动一下 有没有 它都会自己在 那个左边的部分 有没有 一样会帮你做 显示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里面我可能需要的是 HREF 是有 但是问题 我们来找一下 里面有没有class class有 不过它在span里面 它不是在A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算 特别注意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A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你不能说我全部把A里面全部都抓回来 如果A里面的资料全部抓回来 那就一大堆 整个网页里面可能所有的字几乎都抓回来 那可是我要缩小范围怎么缩小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如果它没有class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你可以往上看 在那个网页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叫DIV 这个DIV的话 其实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排版 排版 就网页的排版 早期网页排版是用表格用table 不过现在慢慢没有人在用table 只有剩下可能Yahoo的网站才会用table 如果你看到那个网页里面用table 多半是比较老旧的网页 多半现在都是用DIV DIV的话就是这一个区块 特别重要 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我找不到 就是那个什么 我要的那个class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再往上去看其他的上一层标签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A是放在H3里面 所以如果我要抓的话 基本上就要把这些所有的H3都抓回来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上一层是H3 所以你可能 A之上面可能要先抓所有的H3 因为它很多个 那再来第二个是说 你要在哪个板块里面的H3 因为DIV 特别说这边有个DIV的box2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个DIV 这个把它什么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这边呢 我把它先组个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 先find 那所以后面有点像剥洋葱的方法 就是我先这一层抓到了 然后我在抓里面的这一层 再抓我要的 如果抓一个就抓用find 如果很多个用find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就先一样产生一个beautiful soup 把这个ETV的资料先喂给它 然后产生一个SP1好了 就第一阶段 我就给它解析了 利用这个SP1里面呢 去find什么 findDIV里面的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这个 DIV 里面的话 这边的话 大概有好几层 不过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box2 抓出来的话呢 可能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又往上推 box1好像也不是 再往上推 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找到了 这是那个什么呢 black content 这个 把这个区块 所以或者你也可以什么 游标把它放在上面 其实它也会 把这个block在哪里 它也会秀出来 block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它好像也算 但是它里面 没办法抓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先抓 black content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个black content 它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怎么样 就用find就可以了 不要find all 因为find all的话 变成它有好多个 没有它只会有一个 所以第一个呢 我就先把 把这个find到了 第二的话呢 再找到这个block里面 这个DIV指的是 这个版面里面的 所有这个版面里面的 所以第一 这个是第一阶段 第一个 OK 找到了 这个black content 就这个区块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里面的字 可是这里面的字 它又偏偏放在哪里呢 偏偏放在h3里面 而且h3里面 也不止一个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我去抓什么呢 第二个 我去抓h3 就是这个里面的h3 所以先抓这个区块 然后再抓这个里面的h3 那h3里面不止一个 所以我find all 那find all之后的话呢 再去针对这个里面的 a去抓资料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有错 所以基本上我第一个 先找那个这个DIV 用那个find OK 那第二个的话 我用find all 把这个h3里面 因为很多个嘛 全部找到 我是用那个sp1 再丢给sp2 再用sp2 所以它等于 有点像这样的逻辑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我觉得这招 应该还蛮管用的 就是本来一个网页这么大 那我们先把 我要的那一块先切出来 所以这个是切第一块 有没有 再找这些 就是在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里面可能很多个 所以我就把它分别的 一个一个的 先把它抓到了 如果用find all的话呢 sp3里面就会是一个串列 特别是哦 如果find all不止一个哦 find的话是只有一个 那回来 就是单一个物件 就那个区块 如果很多个的话 就用find all 再来的话呢 就所以 如果它是一个 串列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串列 丢到一个for回圈里面 然后分别逐一个 把什么 把这里面的资料抓住 我抓什么 抓里面的find 所以抓出来 里面只会有一个 所以find a 所以在a里面呢 再丢到sp5 就一层一层的 然后就分别找到这一个 这个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标题 叫做这个.test OK 因为前后它没有那个什么一堆空白 所以不用strip 另外的话用get去找到超人杰 所以如果我把它直接执行看一下 所以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 那再来的话执行看会不会成功 所以基本上我要的那个区块 基本上是从这边 玉里一直到什么呢 玉里然后到那个什么 淡饼威 有时候会refresh 对 又改了 这个 这是什么 肉包 新闻每次都这种东西 这什么 这也是个新闻 而且每天都这种新闻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刷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的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看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那个玉里 没错 最后一个是不是什么 肉包 包床站 干爹 影片外 每天都这种新闻 那表示没错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那个逻辑 就是有点像那个剥洋葱似的 就是外面先找里面的部分 然后再往里面找 那主要为什么会这样做 主要因为它里面没有我们要的那个class 所以变成说我就一层一层一层的去找 那因为它没有那个class 所以我先找它上一层 那这个很多个 因为H3叫H3整个网页一堆 怎么办 再去网上找 有没有一个DIV 这样的话就有主意可以看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那个方法 这我自己想出来的 然后这一招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在蛮多地方上面 就是你只要先找那个 你要的那个区块往上找 再往上找 再往 如果没有再往上找 反正就是慢慢缩小范围就对了 OK 试一下 所以标签 然后这个 这个里面的class 试一下